那随着搜查一马公司弊案的雪球越滚越大 今天又有巫统的州领袖出来证实 再有巫统的银行户头啊遭到反财汇冻结了 这当中就包括了槟城还有霹雳州的巫统银行户头 那眼看巫统的大水猴现在是一个接一个的被冻结 前首相纳吉终于开生了 针对多个巫统银行户头陆续遭到反财汇冻结 前首相纳吉今天在出席彭亨北根区步代表大会上表示 负责彻查一马公司案件的特工队 应该对付任何卷入一马公司案件的人士 而不是针对政党冻结巫统的银行户头 因为巫统需要继续运作 在短短几天内多个巫统的银行户头陆续被冻结 是不是资金来源真的有问题呢 其实就连党内的高层领袖对巫统的资金来源都一无所知 当中就包括了今天有份竞选熟理主席的国阵森州主席 莫哈莫哈山 他表示巫统在财政方面真的很神秘 另外根据财经周刊DH报道 除了巫统的银行户头 涉嫌滥用1MDB资金之外 有调查人员揭露 多个国阵成员党 包括马华 国大党 人联党和沙巴自民党 在2013年大选的时候曾经接收来自一马公司的3亿令吉资金 消息指出任何曾经从那几银行户头接获资金的人都会遭执法单位传照 他们的银行户头也有可能被冻结 然而在一马公司的丑闻陆续被揭发的同时 阳光日报透露 反弹会将在近期内传召一名巫统高层问话 以协助调查涉嫌滥用90万令吉的基金款额 为妻子缴付信用卡账单的案件 根据报道 这名巫统高层领袖是有关基金会的主席 而且也是前首相纳吉的官员 同时也在今天举行的巫统党选竞选高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